农历5月13,小欧向大家问好 今天的科技新闻有 今天,一家宣布了一家5将于6月21日10点在北京发布 并在次日10点开卖 该机可能搭载骁龙835处理器 配备8GB运行内存,主打性能和拍照 炒作多日的一家5终于要出来了 昨天网报HTC雇佣网络水军控制新机U11的相关评论 HTC雇佣网络水军控制新机U11的相关评论 HTC回应称,只是单纯的赠送给社区成员的小礼物 没有控制粉丝行为,并不存在雇佣关系 估计火腿肠再不省事多事,早晚得过保质期啊 最新消息显示,WatchOS仅支持iOS11及iOS11 不支持的设备将无法与升级新版的WatchOS苹果手表配对 也许有人说苹果对于老设备的支持太差 但是小欧请各位想想,就算能够支持,体验会好吗? 卡出锋的体验不如没有? PPTV目前已经拿下了中超、亚冠等诸多热门体育内容的全媒体版权 价值超过百亿,很多人担心PPTV会不乐视后尘 昨天,PPTV突然另辟蹊径,宣布将内容资源进行共享 以系统或应用的形式为各个品牌的智能电视提供内容 希望PPTV走的这条路可以成功 IBM宣布与三星联合开发出业界首个贵纳米偏金体管 离5纳米工艺成功又进了一步 值得期待的是,5纳米工艺可提升芯片性能40% 提升电池寿命2-3倍 之前什么石墨烯电池等离子电池也是层出不穷 可是无法实用都是百搭 但愿这次不是PPT技术 极简又拉风,咱们明天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